今天这个主题就是美元指数持续走强 全球资本暗流涌动 大家看到最近的一个现象就是美元指数非常强 大家要知道价格的一个变动的背后 往往反映了很多深刻的基本面的一些变化 或者是一些资本的所谓的暗流涌动 不管是我们看股票市场 房地产市场 大宗商品 它其实背后都有很多深刻的因素的变化 如果你能解读的清楚这些因素的变化 而且逻辑正确的话 当然对你理解整个情况 经济的形势的变化 以及做一些投资机会的把握 肯定是大有帮助的 首先大家要知道美元指数 它是怎么构成的 它是什么东西 它其实是一揽子货币的一个 一揽子货币构成的 它是由欧元日元英镑 加拿大元瑞典克朗瑞士法朗 共计这六种货币构成的 大家可以看到其中权重最高的是欧元 就是57.6%是欧元构成的 日元13.6% 英镑11.9% 加拿大元9.1% 瑞典克朗4.2% 瑞士法朗3.6% 大家可以看到这六种货币都不简单 都是发达国家的货币 而且都是信用非常强的一些货币 比如说欧元日元英镑 包括这些老牌的克朗和法朗 都是非常强势的发达国家的货币 就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权重的意思就是 他们这些其他的货币 对美元的分别对美元的走势 然后占了一个权重 然后加成合成以后 就是美元指数的一个最终变化 美元指数的强势 最近的强势上行 它代表了那一揽子货币 就是六种货币 相对美元基本都是一个贬值的态势 那美元这么强 它究竟背后反映了什么 对吧 那接着我们就说 大家可以看到美元 这个历史上其实是有过 就是两轮 之前有两轮 这是第三轮 就是升值 你看这个其实有大周期 看这个图可能明显点 这个第一轮第二轮目前 那第一轮呢 这早期就是从1980年代 一直到1985年86年 这是第一轮 这第一轮 这有上行有下行 第二轮也有上行有下行 这是目前 目前这一轮呢 是从08年金融危机开始 一直到现在的 这是三轮的大周期 它呢也代表着世界经济的 三轮不同的大的周期的变化 那这里面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美元指数 它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它是1973年左右出来的 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们 就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核心的 全球货币兑换体系 这个全球信用货币的一个体系 其实黄金呢 金本位就脱离了 脱离了 其实没黄 可以如果换句话说 就是没黄金什么事了 黄金呢就变成了一个投资投机品 它其实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货币 对吧 所以说这是走到现在 所以这个美元指数呢 它也是从1973年开始的 那前面这些背景啊 这个不太重要啊 最最重要的理解是什么呢 就是要理解美元指数每一次的上行和下行周期啊 背后究竟代表了什么意义 那非常关键的一个意义呢 就是说在这个美元指数啊 在这个美元指数 大家可以看这个美元指数和这个美国民意GDP啊 占全球民意GDP的一个比例 它是高度一致的 那比如这样讲啊 举个例子 就是说啊 大家知道这二三十年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一个时代 同时呢 也是一个资本啊 从美国向外流出的一个过程 是吧 也是一个输出技术啊 输出资本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全球其他国家发展起来了啊 GDP的这个比例呢 也上去了 那相对美国呢 占全球GDP的比例呢 就下来了 相想都是 所以我就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 大家去理解以后 你就会发现啊 当全球经济啊 兴旺发达的时候 尤其是资本从美国流出的时候啊 资本迅速的进入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啊 比如说中国发展了啊 未来比如说可能印度啊 或者非洲 它这个过程呢 其实也是一个美国GDP 占全球比例缩小的一个过程 其实呢 也是一个美元啊 向外流动的一个过程 同时呢 也是美元贬值的一个过程啊 当美元一旦开始起升值升值的趋势的时候 往往意味着什么 往往意味着第一个 美国GDP占全球DDP的比例啊 在迅速提高 第二呢 还意味着什么 还意味着这个全球的避险的需求非常强啊 因为美元是一个这个储备货币的地位啊 当每次外围啊 就是发生一些经济危机啊 或者一些经济的波动的时候啊 很多的资本呢 都会往美 往美元 往美元这个方向上去跑 对吧 那这样的话 也会促成美元的一个上涨 就是美元的这种避险属性啊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到 当这个每次 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啊 尤其是 有这种经济 就是发展 就是错配啊 或者预期差的时候 就是美国经济相对平稳 外围呢 比较差的时候啊 其实就是美元非常强势的时候 好 那我们具体呢 再来看一下 就是这三次周期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美元指数的一个 这个这个持续时间 和累积涨跌幅的一个变化 我们统计一下 那第一次最早的周期呢 是一个下行周期啊 从120点来跌到82点 是从1971年到1978年啊 持续了七年半时间 累计呢 是跌幅31.9% 那第一次周期的上行周期呢 也就是这轮 就这轮上行周期啊 这轮的上行周期呢 是从1978年的10月30 从82的零起点起步 一直到终点呢 是164.72点 时间呢 六年半 涨幅呢 接近百分之百 这个非常 这个是非常夸张的 非常大的涨幅 大家知道这个货币啊 这个汇率啊 外汇啊 它是有巨大的杠杆效应的 如果一个这个 像美元 就美元指数啊 我们就说美元指数 它的涨幅百分之百 意味着这个考虑到它的杠杆巨大 可能有将近二三十倍 三十倍的杠杆 如果你这里面的操作 可能就是说 这个百分之百的涨幅啊 就是你的本金啊 可能至少要翻到五十倍 到一百倍这个水平 就是这个 如果是百分之百的涨幅的话 所以这是非常夸张的涨幅啊 就是这个这个美元指数 百分之百的涨幅啊 这是非常吓人的 那之所以这个造成这么大的涨幅 跟当时的背景有关系 当时有两个背景 第一个背景呢 是拉丁美洲的危机 这个外围的危机 第二个背景是什么 第二个背景是美国当时啊 就是长期 这个通胀很严重 然后这个美国美联储主席 当时保罗啊 这个沃克尔啊 他呢进行了连续的加息 对吧 强烈的一个紧缩政策 所以说 所以说呢 这个导致美元指数啊 狂涨 对吧 从82涨到164啊 接近翻倍 非常大的一个 所以说这个就是当时的 一个大环境的背景 外围有危机 然后里面呢 还加息 还紧缩货币 对吧 那接着看这个第二次周期啊 这第二次周期呢 也是分下行和上行啊 这个下行的就是这一段啊 从1986年以后啊 这一段 那是从1985年啊 85年2月25号啊 164点啊 一路呢 下行到78啊 又跌回去了 之后呢 是78年到 之后呢 是从这个92年到01年啊 就在01年 这里面的涨幅 主要是集中在97年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啊 就是就是大家可以看 这个从95年 95年以后啊 这个上升 就当时这个背景也是这个 呃 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啊 然后呢 美联储呢 也有多次加息的一个动作啊 后面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啊 那这是前两次啊 然后我们就说这个第三次啊 第三次就是这一次 这次呢 就是从120啊 下行到过71 是吧 下行41% 接近7年半的7年的时间 呃 从01年到08年 刚才也讲了 01年到08年呢 是全球化迅猛推进的 这7年多啊 其中尤其以中国 W加入WTO啊 这个形成世界工厂为重要标志啊 所以说呢 整个全球啊 经济心情向荣啊 所以说呢 这个美国GDP 占全球GDP比例呢 就下降了啊 整个的饼还是做大的啊 整个的饼在做大 美国GDP也在增长 然后只不过这个美国GDP 占全球GDP的这个相对比例在下降啊 所以说呢 美元指数呢 这个下行了7年啊 下行41%啊 之后呢 就从金融危机爆发啊 从这个2008年4月22号 一直到啊 比如说2016年12月吧 就是这个呢 当时是涨过 涨到过103.3嘛 最高当时是吧 是44.9% 当时很多啊 包括这个 可能到现在吧 就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啊 或者是 一些这个劝腔的研究员 他他们都认为啊 就是美元的指数啊 这个 这个是一轮比 高点一轮比一轮低 是吧 上一轮的第一轮的高点164 第二轮的高点120 第三轮 他们觉得103呢 就差不多了 觉得这个高点呢 是一轮比一轮低 然后觉得呢 美元呢 可能会进入一个长期的下行周期 但实际上这里面呢 可能会有一些 有一些问题啊 有一些这个逻辑上的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在哪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啊 这个从2008年啊 4月份 这个2008年 金融危机以后啊 开始的这轮向行周期啊 它比较复杂 复杂的哪里 哪里呢 就是它有很多的货币政策的干预 尤其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有很多的反复 对吧 这个不用我说的代字代字 所以说它这个周期呢 就被人为的打乱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先到这里 感激着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